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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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呢 我人位於在岩水區 我現在這個位置呢 是朝勤路跟中正路的交叉口 你看後面這一間 我也不知道它在賣什麼 我剛才有稍微想要看一下 到底是賣什麼 可是看不出來 那不如大家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一探究竟 我們走 明明就還好 讓它煌起來 還好 還好 你先吃 你先吃 好 這個賣相貴婦人友 貴婦人友 什麼意思 貨賣啊 喔 台蛾跳動了 噔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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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外面抓藥 好啦 來看一下 它像包子 你看喔 它這一面像包子有沒有 水煎包 對 可是下面就是煎得恰恰的 看起來很舒服 它說有紅色點點的是 甜的 對 你知道它甜的包什麼嗎 豆豆腐 不告訴你 你為什麼要破梗 你真的很煩耶 豆豆腐 不是我跟你說 我去排隊 那我去排隊 你為什麼不讓我們 我跟觀眾有一點串臉 我想要讓它知道 回答我一下 你們現在都不知道喔 我也不知道喔 你們這樣都不知道 竟然是豆豆腐耶 哇 好神奇喔 哇 皮有點厚 可是咬起來像那個 小時候大餅 不是大餅小時候 大餅小時候 就是很大的餅 然後它賣你一個小小的 可是這個 這叫包子吧 你想小時候大餅 那個是粉狀嗎 它是粉狀啊 它筋性很強 應該這樣講 這是薄的口感吧 它這個腳感很重 然後外面很油 裡面你又吃到這種 花生的香氣 很油喔 我覺得蠻油 嘴上都是有 因為它是用很大量 嘴上都有喔 哇 你跟觀眾間接結婚耶 沒什麼 觀眾現在這一刻 一定開始吐了 嘔吐 如果有需要嘔吐帶的 麻煩資訊我們 我們傳購啊 我寄給你 寄給你 好 它這個 其實蠻香的耶 說真的 它那個花生粉給的很多啦 甜嗎 還是只有香 甜度蠻高 但是因為 它的麵皮 算有厚度 所以你怎麼嚼怎麼嚼 我覺得 有一點麵皮 蓋過花生香的感覺 因為它麵粉很多 對 正面上會被稀釋 說不定鹹的超好吃 我們來吃吃看鹹 另外一顆是什麼 鹹的 筍肉 筍肉包 筍子跟肉 對 一樣啊 就是包子的樣子 然後兩邊恰恰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鹹的應該超好吃 對啊 這種東西就是要吃鹹的啊 鹹香啊鹹香 會酥耶 裡面長怎樣 都是筍子 看不見 再咬一口 很燙喔 很燙 太燙了 身為一個美食YouTuber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學會不怕燙 學佛應嘛 對啊 魚翅要多吃兩碗 對啊 有有有 這一口 口開的口開 有肉 它其實筍子很多 也很多 欸 清甜耶 它沒有到傳統的筍餃 沒有 可是它也算是大塊的筍 筍的調味很棒 很香 然後清甜 它除了 你咬下去是調味料的鹹味 可是筍子一直咬 它筍子汁會跑出來嘛 那個清甜還蠻不錯的 可是它肉相對比例很少對不對 幾乎沒有肉啦 它一顆14塊而已 可是它後面有肉啊 還是你咬到後面其實會一團肉 沒有它肉好像是最後用塞的 我看它們後來會有一個補肉的動作 真的喔 嗯 就是它在做啊 然後老闆會把肉 從中間塞進去 它會開始做地上的防水 做補肉的動作 煲頭嘛 最煲嘛 你會比較久慘嘛 避免所謂的下雨 造成雞水現象 沒錯 骨肉現象 我是吃東西好了喔 我告訴你那個小味 我真的很累 你自己講骨肉的 我咬一個肉啊 真的只有一個肉耶 我以為它是一個肉球 沒有沒有 就一小塊瘦肉了 好吃嗎 喔真的啊 筍子還是靈魂 肉沒什麼味道 肉就是胡椒味 比較重而已 說不定它的本質就是筍子包 對 它是叫筍肝肉包 對啊 筍肝在前面嘛 對啊 重要在前面嘛 對啊 不重要在後面 所以你推薦嗎 說真的 它的麵皮是很好吃的 這一家要買其實沒那麼簡單耶 排超久 欸 後面 超長耶 它都節節的香 節節的蒸 它就一個滷而已 一鍋啦 一鍋一鍋 你看它的個頭蠻大的 它差不多一個手掌心的大小 你剛剛去排的時候 你有印象你前面排幾個人 我前面排不多人 我前面有三個人 可是一個買八顆 一個買十五顆 因為這三個人 你等了三鍋嘛 對 你看大家都買多少 真的 然後後面又排七個 就只有你空空買兩顆嘛 因為我吃不下 因為我們都是整天都排很多 拍攝的行程 所以我們可能 四個味道啦 幫大家試一下嘛 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吃過嘛 所以 有點像小彩地雷啦 所以來吃吃看 可是人很多啦 人真的很多 我個人推 鹹的 甜的齁 我覺得你可能去買一些 甜的燒餅 可能會比它 還要更吸引人 所以來就是買鹹的就對了 對 我覺得鹹的很推 還不錯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幫大家 嘗試這個 那叫什麼 水煎包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